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完爸回家的路上 今天的午饭是在一个五花肉的餐厅吃的 因为今天有个活动 今天吃的五花肉是赠送的 所以那边有很多韩国阿姨们正在吃饭 我是跟妈妈和妹妹一起吃饭 吃完饭因为我饱了 然后我不想在那边等着他们 所以我先出来了 现在是回家的路上 今天的天气还是蛮好的 昨天倒指还是下了很多雨 然后是阴天 但是今天挺阳光的一天 我测温之后进入了我的小区 然后测温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形式的东西 因为基本上测温之后 测温之后即使体温太高 他们应该也不会管的 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机器没有那么靠谱吧 我发现我带着镜头自言自语蛮不习惯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吧 这个技能是我缺乏的一个技能 所以之后多拍视频需要训练一下的 所以我今天打算多拍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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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学习了20分钟 因为数学这个东西要动很多脑子 我学习了才20分钟 已经很困很困了 所以我打算再睡个15分钟再继续 我终于回来了 放东西不容易 放了一大个冰箱 到理发店里边耽误了点时间 我又来了 接下来我要听的是数学的网课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玩 但是作为一个数学系的学生 还是要认真学习一下 我要喝的多姜 我妈妈帮我做的 放在冰箱里很凉快 现在我边听讲边喝这个东西 防止我以后掉头发 好了我在这儿读的课程是一系列的课程 一共有50奖 然后一天差不多能听一两奖 这样的话暑假下来的话能把整个系列都听完 今天我刚刚念完了第15奖 然后讲的是关于一些极限的初级的内容 好到此为止了 好这是我今天的日程表 然后按照计划走的话 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呢 我五点半跟朋友有约 然后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安排就差不多这样这么多了 好那我接下来再听一节课 然后我有点不行了 所以休息一会儿吧 拜拜 我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 要喝杯水再开始 我去 幸好我电脑放在架子上 否则全湿了 好大家 我终于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也够辛苦的 找我朋友玩了 我带好口罩 把口罩戴上 把防晒抹上 我们看看二层公园正在维修 这是我经常去溜狗的地方 说话好像是个疯子 特别奇怪的 所以我不好意思在有人的地方 这样自己说话挺尴尬的 快点进去吧 快点来吧 开开新的塑料袋了 您看一下 一手拿着一手放不容易啊 那么我觉得吧 学 学太多也不行 毕竟是晚了 就是再学一点点吧 然后就可以睡觉了 大家好 又是一个无聊的晚上了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 该不会睡觉还是在 学会 不想写了 那怎么办呢 无聊死人了 真的太无聊了 怎么办呢 太无聊了 要是你的话 你会做哪个选择呢 睡觉 还是 还是学习 睡觉 还是学习 四季 三切 四季 三 一 八 二 二 六 感谢观看